详应节能减碳新庄后港理办公处举办老人共餐 不忘向老人家宣导使用环保餐具的好处 因为还可以兼顾到饮食卫生等问题 而共餐的长者们也都赞成里长的做法 我没有注意到这些长辈共餐所使用的网块 都是以环保餐具为主 原来里长就是幕后推手 我们这个餐具方面的话 以往他们都用餐盘又其他餐具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用环保的餐具 我们里办公处准备每一个的餐具跟一个袋子 未来就是他的健康的问题 卫生的问题 后港理办公处在活动中心举办老人共餐 除了鼓励长者结伴商务好友来到这里一起吃饭 大家有说有效快乐用餐之外 同时里长还不忘向老人家宣导使用环保餐具的好处 也能够兼顾到个人饮食卫生的问题 对于这项环保观念 长者们都赞成里长做法 大家没麻烦吃起来靠卫生 我们里长都给我们餐饭的餐具 都随便自己带来 吃饭的时候都随便自己带回处理 卫生最主要里长就是顾大家卫生 大家健康 他吃一吃的话等一下就回去自己洗一洗 那下次要吃饭的话自己就带过来 环保餐具自行攜带 卫生及健康都列入考量 值得称赞是长辈们在共餐结束之后 也都养成将餐具带回家清洗的好习惯 间接达到了节能减碳的目的 记者黄又贤新装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